我們跟各位介紹的這個是 甲上科技的Cloud Animator 那你就知道了 這個是一個什麼 雲端的服務嘛 對不對 以雲端為主的 所以即使你是蘋果咬一口的 我看一下現場 昨天立方調查 只有一位是蘋果的 Mac系統 尤其利咬 所以沒有關係對不對 反正蘋果咬一口 去雲端也可以吃得到 好 但是那個軟體的部分 可能就比較沒辦法 就是有PC的 那你進到這邊之後 你就在這裡 Stive free now 點一下 那他會要求你先註冊 如果你還沒有註冊的話 好 有沒有 那你可以選擇 當然你最簡單的 你 假設你覺得這個服務 你還可以信任 當然你可以用什麼 社群帳號 對不對 授權 這樣是最快 那麼如果沒有的話 你也可以直接 直接建一個帳號 也是可以 這樣OK 那這個部分 就留給各位啦 反正我已經註冊好了 我已經註冊好了 會進來之後呢 這個 你就先把它關掉吧 你從右上角這裡 請問有看到中文了嗎 各位 他沒有玩假的喔 他的中文 就是我們的正體中文 好不好 不是簡體中文 好 所以你從右上角那邊 你進去之後 應該是在那個專案裡面了 所以這個地方 你可以找到一個中文 好 中文 那這樣的 你的介面 就變成中文了 有沒有覺得 看起來比較熟悉一點 這樣OK喔 好 那麼 你們的 因為都沒有專案 應該就是直接新增這邊 那我先跟各位說明一下在這裡 就是 他的那個 方案是這樣子 在這邊 免費的方案 就是你現在這種註冊的 就是有五個 然後呢 你的專案的頁面 他等於其實 你會發現 我們現在 現在新的這種 製作動畫方法 跟各位熟悉的一個藍田很像 你知道叫什麼嗎 你們最熟悉的簡報 所以 十五頁 你用 報告換燈 投影片 應該就可以想像了吧 可以吧 就是一個專案最多十五個頁面 那應該也夠啦 一般的那個動畫長度大概也夠 那當然他不可下載 不可分享專案 不可克制LOGO 也就是說 現在線上的這些免費方案 多多少少都會有一些 就是小限制 那沒有關係 但是你知道 他還是可以讓你看得到 可以分享你做好的成品 那麼總共有五百Mbps的空間 就是一個免費帳號 好一個免費帳號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 你就從這邊 左手邊新增專案就好 好 慢慢的你看到他 知道為什麼我剛講 像PowerPoint的吧 有沒有 有沒有左邊這個 這樣很像 在正中間 然後呢 在右手邊 你看我把它收起來 右手邊 來 複習一下 請問 有飯本嗎 對不對 有飯本 跟PowerPoint一樣嗎 那你往下走 這就是他的時間軸啊 所以如果你曾經有用過一些所謂的剪接軟體 我們大部分剪接是不是都在下面 那個時間軸啊 都在下面嘛 所以搭配上他左手邊的什麼 PowerPoint 類似PowerPoint這個 這樣有沒有 介面 應該我就不用介紹太多了 大致上就熟悉了 那你可以先從我們右手邊這裡 從右手邊這邊先找找你想要什麼樣的飯本 右手邊 你就可以套用進去 就可以把它套用進去 那你看我來找一下 這裡 看你要哪一個 好 假設這個好了 這裡有一個邀請 點一下 好 我的已經載入完成了 我的已經載入完成了 所以你可以來這邊play一下 先play看看 你看 有沒有這樣不小心做好了 你應該知道你只要改字就好 改圖 這樣沒有很過分吧 對不對 所以 他的時間軸像這樣 那如果你真的要改內容 就要把它下面時間軸打開這裡 你看一下下面這邊 有沒有有一個時間軸的開關 有一個時間軸開關 就是 你如果有需要編輯它內容的時候 這個時間軸要打開 這裡 一打開之後 我下面這邊 有沒有 這些內容通通跑出來了 因為 畢竟在雲端 所以他儘量那個空間有限 而且我現在因為投影有關係 所以螢幕 比例會變得比例會變得比較小一點 你如果平常不用的時候 你可以這樣收起來 先看它大概的 所以其實各位 你不用急 所以不用急就是說 你先找到你覺得喜歡的範本 喜歡的範本 找到之後 你再怎麼樣 先預覽一下 在左下角這邊你可以先預覽 這樣你才知道 到底你選到什麼範本 對不對 因為它是動畫 它不是說 只有你看到第一頁 你看到第一頁 所以 今天如果你要增加文字也好 改變文字 你就在這邊找 你看 我把時間軸往後退 對對對對 對呀 這邊 你就看 你要修正的是哪一個 不過呢 稍微注意一下 你要預設它在這邊 有沒有發現鎖頭都有鎖起來 表示不能編輯吧 所以你要去把 你要改的那個 鎖頭鎖起來 看你的時間點是哪一個 好 時間點是哪一個 比如說 我這邊 我先把它打開好了 這樣 你再捲下去 下面還有喔 不是只有那麼少喔 因為下面其實它的圖層還蠻多的 可是最主要是因為 這些都有中文 對各位來說 看起來 你在編輯上就相對容易 相對容易 這邊過來 過來 我看一下 你可以把它拉過來 時間軸 你可以搭配一下 這樣你會比較清楚 你看到的是哪些 那麼 你在哪個時間軸 會看到什麼內容 就是看這個 這裡 這個地方 這就是這個素材 這個塗層 這是塗層的概念 就是說 這個塗層素材 只有在這一段時間出現 所以到後面這邊 它就不出現了 好 就不出現了 所以呢 其實說真的 你不覺得 跟各位 如果有用過那個剪接軟體 有沒有都很像 真的都很像 所以 理論上 我不用講太多 好 你看這裡 Second Square Barcode 就是這個 在這邊 你看我點到它 是不是就亮起來了 你就可以編輯 只要你把你的鎖頭有打開的話 所以你到右手邊 那請問你 打中文行不行 你覺得 打中文行不行 當然可以 只是沒有什麼太多字型可以選擇 哈哈哈哈 好 因為畢竟中文字的部分 這裡 好 你看 我們這個 點兩下 看一下 我拉動一下 好 這個不是 這是一條的 所以應該是這個 好 找到它 這裡 這邊就可以改 好 這樣是不是就改好了 對不對 那麼你改好了 你可以看一下 先拉動看看 你拉動你的那個時間軸 看一下那個感覺 看一下那個感覺 這個是那個 時間長度 這裡 那如果你想要把它加一點動畫 在上面這裡 你看上面這邊 有沒有 這裡有一個動態效果 請問泡泡你在做的時候 你會不會做一些動畫效果 其實老實講 平常我在泡泡泡 我都不喜歡做動畫效果 但是我們因為要做動畫 所以就把它點一下 好 點進來 可以啊 那麼你可以看到呢 我們這邊 1 3 看起來應該有點熟悉吧 因為在泡泡裡面 可不可以進來跟出去做動畫 可以 好 那加強的當然就有一些 比較不一樣 所以簡單的 你看 你要滑過去 它有沒有馬上做給你看 在這裡 對不對 點了 馬上就套進去了 所以你這一段動畫 這樣就做完了 這樣 有了解了吧 其實其他的都是雷同 都是雷同 你可以像這樣去做 那麼 我們在這個線上裡面啊 線上裡面 你剛剛看到我們是針對直接改 那如果你想要增加圖片的 你也可以從這裡 這個地方 這裡 不過老實講 它的圖片就真的比較熏一點 哈哈 它的圖片真的比較少 好 它的圖片比較少一點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一些東西 你可以從這邊點進去之後 你來看看它裡面的這些內容 那如果不夠的 你可以來這邊上傳 好 各位你看一下 這裡 你有沒有發現它支援什麼格式 就是 有沒有我們剛剛標準的點陣圖 向量圖也支援喔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 因為我們在做動畫 有時候是會放大縮小 那這個時候你用SBG 效果就會比較好 效果就會比較好 那等一下我們會告訴各位 如果你想要找這些圖庫 你可以去哪裡找 比如說我找 我上傳這一張 我就把它丟上去 因為這個檔案滿小的 好 進來了 這個 無法添加這個 OK 丟進來 無法增加 糟糕 因為我 因為這個範本已經超過50個 就是它一個 單一個頁面裡面 超過50個物件 有沒有 好這裡有超過50個物件 所以我加不進來 這樣了解意思 等於說它現在 雲端版本它有一些限制 就是你要稍微留意一下 我可能把其他的 我看一下 這個bar我把它拿掉 好 我把它delete一下 這樣應該就可以多一個空間進來 可以可以可以 所以你知道 有透明 是不是比較好用 對不對 我在這邊是不是就可以直接處理了 像這樣子 好 那 這個講完了 我們再看下面這裡還有 這邊 音樂應該沒什麼問題 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有一個我覺得蠻不錯的 是這個 叫做 這裡 這個等一下我們會用到 另外一個軟體裡面 你應該發現就是 我們一般在 錄製 就是你要做影片 有時候要配音 對不對 你一個人在怎麼變也是那些嘛 所以這個也很好用 來 比如說你看 我來找這個 現在我把文字貼進來 你可以看到這裡 語言 有沒有 它有語系 你可以選擇 然後呢 你可以選擇你要男生女生 它上面其實比較少 但是我們等一下用的單機版的軟體會比較多 我就讓它直接怎麼樣 聽看看 拼了一下 創客基地 你也可以輕鬆的做 Motion Graphic動畫設計師 這樣了解了吧 你可以找人配樂嘛 配音啊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 就聽看看 因為現在語音服務算是 你也可以輕鬆的做 Motion Graphic動畫設計師 因為語音算是 圖片出 即圖片子以後 比較成熟的雲端服務 你們不覺得你們現在常常有 有機會用到語音輸入嗎 是 語音輸入管是不是就幫你辨識完成了 對不對 所以你如果真的有需要 你就把它應用 它就幫你把那個聲音轉進去 就轉進去 這樣有簡單嗎 所以你應該知道 你以前都怎麼用做簡報的吧 我也想說範本 只要它版本有更新 範本就會改變嘛 所以你都很期待改版 不是嗎 因為不改版 永遠都用那些啊 網路上其實也可以找到一些 對不對 所以像這樣 那待會兒我們再來看 怎麼做輸出的部分 好不好 先讓各位稍微玩一下